我覺得紅紅的最莫名其妙的歌手是誰 台灣最會唱你的歌手你覺得是誰呢 娜娜最後會買了一張專輯 但如果硬要講可能是 索隆我覺得 他會讓我很有幸運 何時告別單身 我的朋友常會跟我說 欸你最近又沒有發什麼片欸 根本有做什麼影片 可是我真的有欸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鈴鐺打開 所有的通知都打開 我現在是請拜託 萬拜託各位的拜託是好嗎 史上最慢破十萬訂閱的YouTuber 誕生了就是我的老實 這麼慢才破十萬 我花了一百零九十 一千零九十三天 我真心謝謝那些對我不離不棄到現在的人 社群大大師 我只能說給你們一個掌聲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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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啊 因為今天是Q&L 非常多的問題 我大概分了幾個類別 就是 來很多不是問題的呢 我在那邊一一列出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告訴我這些 我都有看喔 其實我原本的英文名字叫做 Ean 然後呢我在巴黎島的露天吧台熱舞 熱舞完就有一個外國男子說 What's your name 我就隨便取一個英文名字叫做 Tina 從那時候之後我的英文名字叫做 Tina 然後從Tina之後呢 又常常會被叫Nana 然後我要常常幫人家解惑 因此就會有人稱呼我 那啦大師那啦大師 可不可以來問你一個問題這樣子 你們說是披薩的屁股嗎 好會吃啊 好吃啊 我真的很弱耶 但是呢 我又覺得我自己很幸運 我達到的成績是蠻後面的喔 我很surprise 因為新歌我都不會 像鄧紫棋的呢 Sorry 我真的就猜不出來 我真的對於2010後的歌 非常的不熟悉喔 因為我2010就開始出社會 那出社會就開始為生命打拼 我就沒有學生時期的那種悠哉感可以聽音樂 平常會跟朋友出去逛逛嗎 NO 我真的討厭Social了 覺得自己多荒謬喔 如果你說1到10分 我大概有8分 欸不會啊 我結果只有5分 我根本不荒謬 我是一個很NO 非常不怪異的人 有沒有你一直很想和別人分享 但是都沒有機會說的是 我一直很想跟人家分享我看的色情片 但是機器人不太希望 那啦大師有你們看過攝裂女排 東洋魔女 當然有啊 這麼好看 紅頭髮 藍頭髮 以及黃頭髮 小優 請問大師路使百變經驗的造型 是如何辦到我經濟公司提供嗎 大部分都是自己處理的 然後我有學一些縫紉 但是我大部分的衣服還是都是租來的 那那愛看公鬥劇嗎 完全不看 我不看連續劇 除了順風婦產科 那我最近真的有看的就是 魚餓的距離 那是因為我在飛機上 我去鷹谷 然後從巴黎回來 真的是非常久的時間 我真的得看個東西 否則我的下一部應該是 流星花園 把他戴死你一個 你們想看那大師的衣櫃穿搭教學 衣服褲子配件都是哪裡買的 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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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哪 里 買 請問讓娜覺得自己來地球的任務是什麼 順便點過 Queen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我不是在大和上唱過 We are the champions嗎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And we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end 我來這裡的地球任務 我真心覺得就是散播歡樂 散播愛 所以呢 我 有被我散播到 這些東西的人 謝謝你們讓我執行我的任務 我是非常開心的 然後會想要小孩嗎 No 從上班族轉到YouTuber的動力是什麼 其實真的是有關於一個人 她叫CC 她是曾經要得到世界最爽工作的 一個職缺的那位少女 她都每天在催眠 我說那大師你天生就是一個藝人 那大師你天生就是一個藝人 我那時候心裡就在想 好啦好啦 人就這麼一輩子 我應該要去試試看 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轉換了 OK YouTuber算夢想嗎 我覺得藝人算是我從小的夢想 如果能夠真的開了一場演唱會 我的夢想就真的達成了 娜娜大師買的第一張中文跟英文專輯 屈花欲的向前衝 KCNAS TRIPED ROOP 這裡 大家一張專輯 娜娜最後回買的一張專輯 有嗎 有後悔的嗎 我去看一下 我現在前面有很多張專輯 你們有喜歡 會有我不想要的嗎 我看一下 好多專輯喔 我好愛 好多歌都好愛喔 會有這種東西嗎 不喜歡的專輯會有嗎 欸其實很多專輯都不見 但如果硬要講 可能是阿雅的嘛 好 那個真的不是一個 比較不是拿來就是 欣賞的啊 就是一個流行的狀態 有那 音樂對你的人生有什麼影響 怎麼發現自己是熱愛音樂的呢 我的姊姊分別到五歲跟八歲 在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在聽流行音樂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會唱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悲傷朱莉 消賞總意 總意回 消賞總 消賞總意回 我不唱歌 我喉嚨會很不舒服 我的心情會很不舒服 有沒有哪一首歌 甚至不管何時何地 都會想聽他一遍的 有愛的擁抱 就是世界要望 生命的奇妙 太多思考 讓我們不相信神話 這場不由自主會哼的歌 是哪一首 是我勇敢太驕傲 World can't bring me down 我不是你想像 總是被眼尖強 多想讓你知道我也要個分 是哪一首 走在空壇那一天 夢想白色 走 戀 但是在聽歌軟體裡面 每隔一陣子都會拿回來 再一天的歌是什麼呢 不好耐 已經造成不小傷害 時間踏像個謎 我忽然停在這裡 想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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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麼渴望幸福 想跨越 想跨越 常常不清楚 You got a way making me stay You got my heart in your hands 那些事我真的被拿過 而且不知道自己價值的時候 我每天以淚洗面沒有精神 那時候阿妹出了人質娜娜專輯 海闊天空 海闊天空我盯著風 讓雲散開就真的自由 獨自尋片將你操作新的觸碰 謝謝你讓我愛過 好 台灣最會唱你的歌手你覺得是誰呢 張惠妹 張惠妹真的太理解 就是張惠妹 那她喜歡的中文男歌手有誰 很少聽你在節目上講過 我在五萬電影的時候就講過 應該有吧 陳怡勳廣 他令雲澄清 我也喜歡雲澄清的聲音 那她有喜歡日本歌手嗎 我這麼年輕的時候有聽過日文歌 Speed跟安世的早期 覺得紅最莫名其妙的歌手是誰 誰自己不算 謝謝這一題謝謝 請問大家當時如果某天出唱片 最想找誰來跟你合唱 這問題很難 我常常有過不少的歌手 所以有些那種私交 我講了誰 我對誰比其他人也太不好意思了吧 我連續兩天都沒回答 我是不是有窩囊 我身為一個YouTuber 我怎麼那麼窩囊 我自己以為是玉女歌手還怎樣 不敢回答欸 講一些觀察的話 我去死了好了 我開玩笑了 如果你平 disappointment 旁邊跟你講死死死死的 亚輩會生氣 比辣妹嫁到樊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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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覺是BG好不好 剛剛沒那麼難的 那BG是什麼意思 然後娜娜還沒訪到最想訪的藝人是誰呢 而且我很開心的是五萬訂閱的時候我說夢夢未 結果我之後要訪到了 可以跟娜娜大師去KTV唱歌嗎? NO 我一年只唱兩三次KTV 而且我只保留給熟的朋友 娜娜如果在Alba面前會唱什麼歌? 如果快樂需要來共享神劇 告訴我不需要太客氣 如果你需要一點點屬於自己 最快樂的動機 就讓明月來繼續 在生活裡太多收拾繁星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首歌太... 就是BG 我非常喜歡這首歌太另類了 而且這張專輯的主導歌也太破紅了吧 很少人會提到這首歌耶 專訪克里斯丁跟看他演唱會搖滾區選一個 演唱會搖滾區花錢就好了 當然是專訪克里斯丁啊 這才好瘦的 單身一輩子或克里斯丁共度一晚二選一 你什麼拿懲罰跟獎勵二選一 誰要選單身一輩子誰啊 還是你把克里斯丁共度一晚當成是懲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像我先回答蔡愛琳 蔡愛琳基本上沒有在宣傳 而且她如果真的有在宣傳的話 那種當時最紅最紅的YouTuber才有辦法合作到 像之前前兩年就是阿翰 然後再去年就是 李克太太 我基本上不會是爆紅那個人物啊 所以我應該是蠻難有機會跟Jolin合作到的 但是我有機會的話 OMG 她的每首的主打快歌我真的非常的拿手 有人說關於原唱會的問題 but現在就是疫情 所以一切等疫情過後 我一定會好好處理這件事 發行個人作品 那想要哪一些音樂風格 我自己也覺得我很適合唱爵士 你知道我根本就是爵士名領 然後我一定想要唱搖滾 我也想唱舞曲 但大師的音樂有多高 多高我覺得我最高就真的落在葉韋庭 跟賴森的那一集 我從那一次唱完之後 我再也沒唱過那個音高咧 有機會找粉絲一起嗨唱 如果真的辦見面會在KTV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在疫情過 疫情過 OK 可以拍劇當大哥的電影頭 沒有畫畫序嗎 在畫畫序呢我真的很難 因為我的影片你知道嗎 很少 我之前有生過一場重病 我真的不能太累 我太累我會提前死掉 所以我的 Type非常慢的一大部分的原因是 我必須要有良好的修行時間 所以我希望每一支影片 我在很興奮在做它之餘 我也希望它是有效益的 那幕後話序相對跟正片比起來 我的想像啦 它的成績可能會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我暫時沒有要做這件事 有人會訪問前最害怕什麼狀況 我最害怕沒做功課 訪問誰那種壓力最大 跟下一題請回答 訪問Evamax的感覺 其實我並不會有太大壓力 我通常都是很興奮 因為我真的很開心可以跟他們分享這些東西 但是相對於Evamax 我對它的了解是比較不深 因為一方面它沒有太多的作品 讓我可以了解它 然後又一方面 我的英文又非常的爛 然後有一些語言障礙 我並沒有辦法做好 百分百十足的功課 去了解Evamax的所有 訪問Evamax的感覺是愉快的 然後也有一點點卸下一口氣 因為畢竟國外的朋友來到台灣嘛 終究如果哪一個地方觸犯了人家 或讓他感受到不禮貌 都不只是那是表現不好這個問題而已 還反而讓他覺得 Oh my god 台灣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在訪問外國藝人的時候 這一點 會讓我比較小心一點點 從一萬到變十萬之間 有沒有想要放棄 我完全沒有 我就是你知道 我的腦袋非常簡單 就是往前走 往前走 往前走 我不會想太多 有人問你可以像成縣線 那麼冷靜訪問人嗎? 你有時候太失控 但是很享受來 並非被你失控器 嚇到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很冷靜訪問過人的時候 如果你有看 不管是領小朋友 或者是領小朋友 我看起來比較冷靜一點點 OK 要訪問沒感覺的歌手 還要做那小燕時間 那怎麼辦 所以我不會去訪問沒有感覺的歌手 聽起來非常的大排 可是我真心希望 我對自己的觀眾負責 因為我覺得音樂 是一個很主觀的東西 如果我要誠心 推薦他的音樂 我必須要對他有感覺 所以那小燕時間 才會有那種真實的心聲 跑出來運動 雖然聽起來很大排 但我不是那個 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我是希望我對 我的職業負責 所以在有限的時間下 我會選擇 我真的很想推薦給大家的歌手 然後來進行訪問 這樣子 未來想和哪幾個 YTuber合作拍片的 沒有 真的不是因為我在那邊拽 是因為我真的 沒有在看YTuber的習慣 沒有在follow 我的朋友群裡面 的確有YTuber 所以我才有follow一下 但是我也沒有每一隻都看 我跟你講我是真的是一個很old的人 我非常的過時 我沒有在看任何現在流行的東西 像什麼 離什麼院 離太院嗎 愛在迫降嗎 是嗎 我講錯嗎 就是這些我都沒有看過 不知道耶 我真的是很過時耶 只有十萬訂閱 到底要怎麼聽到大咖明星 可是我跟你講喔 我還沒十萬之後 我就一堆大咖明星 說認真的 因為在線上 做音樂又相對有趣 啊我這樣說自己也太噁心喔 所以我很幸運 我呢都在這樣子的平台上面 讓唱片公司 然後以及讓歌手們 喜歡然後 願意來上我的節目 我相信是其中一些價值 不是純粹與訂閱數字 以外的價值 他們有感受到 所以決定來當那大師 那經營YTuber平台 現在是我人生 我覺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它可以更好 影響更多人 數字 絕對要更努力 但是我的那個心呢 一定會讓它保有初衷 然後繼續往前邁進 帶給大家更美好的 you know 歡樂啊 或者是樂 或者是歌聲等等 OK 訪問藝人以前會做什麼樣的功課 大家會花多少時間 真的覺得讓他大師的訪問都很用心 用心 我一定會想辦法把那個藝人 他曾經被訪問過的片段都看過 盡量 然後當然他所有的歌 當然盡量能夠了解 大家去了解 當我要訪問這個藝人的時候 我一定會想辦法讓自己的世界只有他 因為對我來講 每個人都是一顆鑽石 我相信他的人生裡面 一定有非常多值得 方光方亮 一定有很多事情是 值得讓我們學習 值得讓我們知道更多的 有一本書也告訴人家說 你一定要非常努力 才能看起來毫無廢力 今天是玩樂圈 應驗在訪問之前的做功課 如果當我的功課做得非常的不夠的時候 我在訪問的那個狀態 就會看起來很廢力 哈哈哈 為了挑戰音樂歌舞劇 我非常想要製作這個東西 台南嘴峰歌舞劇 你看邊唱歌邊罵人 把罵人變成一個旋律 有多開心 你看如果苗可麗 他罵人罵一罵 然後變成一首歌曲版本 歌舞劇版本有多罵 多棒 多好聽啊 請問有新的訂閱之歌嗎 為什麼沒有新的訂閱之歌 好我來解釋一下 訂閱之歌怎麼突然不見了 因為呢 從雷森之後我就沒有再唱了 有一陣子的影片 娜娜大哥聽著中間的訂閱之歌 太豪華了 那個訂閱之歌他其實只是串場 可是非常多人的留言說 天啊我更想要看訂閱之歌大過於訪問 見好就收 而且我發現我太過重視訂閱之歌了 我常常 娜娜大哥聽完之後 我發現訂閱之歌還沒完美 所以我又在很努力的做訂閱之歌 你知道太正式 我把它當成當選 你知道嗎 你懂那意思嗎 我覺得那時候 我都覺得我在出唱片 我太重視你訂閱之歌了 所以我覺得我要暫時休息一下 這個東西不會消失 就像那個什麼 阿妹 愛是永遠不會消失 是一樣 它不會消失 它有一天會回來 但這個時間點我希望它可以come down一下 好累喔 怎麼都錄不完啊 想要給聽娜娜大師介紹康靖淳還有劉洪華 我給你保證劉洪華一定會有 劉洪華是我的深深至愛我 想問娜大師會做 for example 逃者王力猴的特輯嗎 也可以跟周斗一樣 同期刺剎風雨的歌王 經典作品很值得回味 帶小朋友指定做結論 來之外 不是你的錯局 你錯是你的錯局 但不是 蠻想到年輕的孩子透過娜娜大師 精彩的方式認識歌王 我今天會有機會 這個主題反而 最有機會讓我促成男歌手的主題 如果有電視台邀請你當主持人 但是節目內容或方向你不喜歡你會接嗎 雖然網路現在比較常識 網路節目很常識沒錯 但是我覺得電視節目 如果真的有一個成為主持人的機會 我覺得算是資歷上比較肯定 就是我覺得成為電視主持人 他也是我人生必經的一條路之一 因為他算是一個比較正規的 職稱吧 我只能這麼說 你說很不喜歡 我必須也要判斷他多不喜歡到什麼程度 每天到晚再說三到四 批評人家是非的主持人 I can't 我真的沒辦法接這種東西 哪些男明星是娜娜是一幻想對象 何時告別單身 海災王跟火影忍者 各挑出一位最有興趣的男人 我沒看火影忍者 但硬要講我想索隆應該是有辦法 索隆我覺得他會讓我比較有心慾 我覺得應該可以 有些人問一些比較心境上面的問題 總之那樣的問題都是低潮啦 可是你知道因為我小時候 就看樂隊滿滿滿長大的 然後大S 他曾經在節目上講過一段話 那時候是在我國中被排擠 我是怎麼度過的呢 因為徐熙遠就告訴觀眾說 其實人生不就是這樣子嗎 有起起伏伏 所以呢 當你挫折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 低點就是低點 可是你一定要經過 一定要撐過 你才有可能在往上走 每次我低潮 我人生難過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自己 這就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態 因為人生不可能 永遠都是那麼的快樂 所以 那我現在在低潮 我要好好的努力 繼續經營 繼續往前走 之後一定會往上爬 小孩子也影響我很多 因為他告訴我 人生很多的幽默感 我當然知道 看小孩子在這段時間 引起了很多風波 我看這世界上 沒有一個人 講的 是會是永遠正確 包括我也是 所以如果你是我的粉絲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當我講不對 這樣我的價值觀 以及我是有錯誤的時候 你一定要 也有能力去判斷 我分享下去一段話就是 遇到喜歡的人 你就去欣賞他的優點 你遇到討厭的人 你就記得 拜託千千萬萬不要成為 他那樣子的人 所以包括在偶像 自己的偶像也是一樣 RSS也講 就是也做錯過 或講錯過不少的事情 那我就會把這件事情 拿來當作借鏡 他們曾經 發揮過好的影響而已 教導我 很正確的觀念 那些事情 絕對也是 真實存在的 我身為一個YouTuber 我很幸福 因為我 都做我想要做的影片 然後 又發片那麼慢 然後 你說我唱歌真的很好聽嗎 也不是真的超級好聽 可能是滿有特色的 那你說 我的音樂 我的音樂知識很強嗎 也沒有很強啊 因為你看我去拆歌 我第一個就被淘汰 雖然最後還是打進決賽 但 我很謝謝這個世界 我很謝謝我自己 我很謝謝我自己 我要先謝謝我自己 我覺得觀眾朋友 那些人也要謝謝自己 我覺得任何時期都要謝謝自己 我要謝謝自己 那麼勇敢的 從一個正職工作冒險 冒險成為一個YouTuber 然後去完成 所謂我的人生的夢想 想要當一個藝人 然後我也可以去用我心中的理念 去影響很多人 我覺得我真的很幸福 可以在 這麼做自己的情況之下 做我想做的 做我所愛的情況之下 我還能夠維持有收入 可以照顧自己 然後又可以散播花樂散播愛給 我愛看我影片的人 我覺得我很感動 很謝謝大家 然後我一定要跟所有喜歡我的人說 你們一定要 喜歡自己 把喜歡別人的那個動力 也放在喜歡自己身上 每個人要多愛自己 OK 我很像喝醉的人 但我沒有 我只是覺得 我真的覺得很 喜福 所以呢我希望 每個人都 保持著感恩的心 我覺得我們一定可以成為 在世界上有用的那個影響力 我們一起成為有用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種子 你知道嗎 只要你看喔 現在看我影片的多少 多少 我不知道 幾萬可能有十萬 可能有二十萬 無所謂 只要你看我的影片 我們每一個人都做一件好事 這世界上就會有幾十萬件好事發生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做的一件好事 每一個人都是影響力 每一個人都是種子 謝謝你 只要你是我的觀眾 你一定是賽蘭的人 就是這樣子的 十萬訂閱的Q&A 掰掰 期待下一個Q&A不會太久 二十萬訂閱 我們再見囉 掰掰